本周末3月18、19日三支樱花季隆重登场 今年规划丰富热闹的活动内容 不仅有文创摊位好逛 还有赏鹰渐行闯光活动 把萝卜农士体验 以及和服寓衣体验 让来到现场的游客 不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都能充分地享受赏鹰的乐趣 而目前在三生步道上 樱花占开约7到8成 平日的时间里就吸引不少游客赏花拍照 感受粉色惬意的浪漫氛围 我觉得每一年都很漂亮 每一年都很漂亮 对啊 来这边就是很开阔这样 看起来就很舒服 那在我们三生步道 三月中旬是我们樱花开的最好的时候 那有吉野樱还有昭和樱 都已经陆续的在盛开 在这两天的活动 我们安排了地方社团的表演 包括了古针的表演 以及民众可以来体验我们的闯关活动 以及穿玉衣和服的一个体验 在我们这个樱花树下拍照 非常的有这个伪出国的一个感觉 另外我们也精心布置了这个鸟居的一个灯饰 很有这个日本风 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来 三生步道参加我们的樱花季活动 三生步道是知名的赏鹰圣地 拥有丰富的樱花品种 其中著名的吉野樱 昭和樱与八重樱等品种 现正绽放中 还有为了落实永续发展的愿景 在三生步道旁的公园 也有新北灯会中热门的鸟居灯组一致 樱花鸟居与灯笼等多重组合 来一趟三生步道就有宛如置身日本的旅游感受 预计还会有两周的时间的花期 所以在活动后的后两周也都很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 到我们三生步道来赏樱花 此外大家都相当期待三生步道跨桥旁的两颗樱花王 目前仅有零星的花开 不过花苞满满 预计还有十天就会达到盛开期 因此喜爱赏樱的民众 除了参与本周末丰富的主活动外 樱花季后大约还有两周的时间 樱花会持续的盛开 想要感受樱花浪漫气息的民众 可要好好把握今年最后的樱花花期 错过了今年就要再等一年 记得平函三只采访报道